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合掌功练三称本师圣号及开金记 南某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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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化 百千万姐难遭遇 我今见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掌 好 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墨雪是黄渤连居士 今天在新冠病毒黄疫期间 因为按照政府的规定 激重不能超过五人 所以地藏经解义 已经停过将近有五个礼拜了 那么这几天墨雪在思考 因为这个疫情很不可预测 政府的政策也还没有很明朗 所以我决定今天开始 会有五堂课 因为政府的防疫 停止宗教集会 是到7月12号 所以我还会有五堂课 来选择佛读教基因会 所以三学讲堂第一教室 也就是网路直播的平台 在这个地方 在网路上 跟大家一起研讨 地藏菩萨本宴经解义 那么今天 我们就要开始来研讨 这个地藏经解义 我们原来这个课程 是研讨到 地藏菩萨本宴经 建宗第一名号品第五 我们引用的课本 是清朝清廉法师 他所著作的 这一本 地藏菩萨本宴经科著 佛陀佛教基金会出版 那法师在新加坡讲 这个地藏经 也是依这个清廉法师 的地藏经 地藏菩萨本宴经科著 这个教材 那么现在请各位同学 翻开 科著经本 第217页 我们上一回 研讨到第二段经文 夜历甚大 能敌西米 能生济海 能葬盛道 这段经文我在上一回 已经跟各位同学报告过 那今天呢 我还是要再继续研讨 这段经文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个人觉得 在地藏菩萨本宴经裡面 第一品到第13品都很重要 每一品都很重要 但是我的感触裡面 在地藏菩萨本宴的第一品 除了那十大光明云 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以外 就大圆满光明云 大慈悲光明云 大智慧光明等等这些 最重要的第一品裡面 最重要的是一记经文 就佛陀的开示 一开始就告诉你 知苦落法 以前我都练知苦药法 人者药山智者药水 我想说应该是药法 老和尚跟我更正说 不对 你应该练知苦落法 为什么叫知苦落法呢 法喜充满 热在其中 所以 莫学写了一本书 是针对癌症的病人 不可思议的 《地藏菩萨本宴经》 知苦落法 老和尚还亲自 施莫堡 还有提序文 这本 有一点像台湾的山西小院 大陆 中国大陆有一本叫 《山西小院》的光碟 有 有一个光盘就是 《山西小院》 就专门在描述 癌症的病人 尤其是重症的 最后 大部 三百部 五百部 一千部 甚至有人发愿到三千部 以前 台湾有一位 有一位师姐 他到台北来 专程来拜访我 他练地藏菩萨 五千部 五千部 他练到什么程度 练到感应道教 他一个指 是吸毒的这个重患 改不了 因为你知道吸毒跟毒不一样 很难改变 就业力 在这里讲 业力甚大 能敌西米 能生气 能上圣道 很可怕 所以佛法里面 你只要懂得业力 你就不敢妄造因果 你就会明白因果 而且会知因事果 就是问题你不懂的 这一段经文的业力甚大 台湾话说 不见棺材不流泪 俗话讲的不怕死 你不怕死 你不怕严柔 你不怕地义 那你敢辅作辉为 干了这些杀到淫妄的事情 这就是你不知道这一记经文的重要性 业力甚大 能敌西米 能生气海 能仗圣道 尤其是大家都怕病苦 病苦欲来折磨 那个张辉是非常骁勇善战的 手掌中写一个病字 他就倒对好几步了 他也怕病了 所以呢 台南那位师姐 练地藏经感应到不可思议 他的那个职偶到他家去住 因为他都没有人要收留 那这个职偶还是改不了这个习性 就是要吸毒 那后来呢 这个 这位师姐 他就求地藏王菩萨加持 希望他能够感化他的职偶 就有一天 他一直欠他 你不要再吸毒了 你这样会走上这个不归路 往地义的商货道走 那他听不进去 因为他不知道耶利圣他能敌西米 结果有一天 他就跟地藏菩萨告状 他地藏菩萨我练了五千步 我怎么还没办法改变他呢 你给我加持一下 怎么让他可以敬畏因果 就说也奇怪 那不可思议 他一讲完以后 有一天他就跟地藏菩萨 你再不听你就果报来 你就受不了 结果 他那个职偶一回头看他的这个 姑姑 一听以后他一听 一头一转过去 转不回来 他就转过去 就没办法转弯了 颈椎就卡住了 就很奇怪就卡住了 怎么样都转不过来 当然不是菩萨逞华他 菩萨是法生大师怎么回事 他就去承华他 富阿神 再给他见告 再告诫他 后来呢 他就求他的这个 应该是阿姨还是姑姑 但是他叫他叫子 他就跟他讲说 好了好了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不要再惩罚我了 然后我发愿呢 我不要再吸毒了 我要做乖小孩了 说完以后 转回来 就好了 到后来都不敢再吸毒了 那当然这个习记毛病难断 这也是业力甚大 这位师姐虽然读了五千遍的 这个地下菩萨本人群 但是习记还是没有断 习记不好断 尤其是阿赖医里面的这个贪真是慢的 我们讲的财色民事 所以那是很难断啊 尤其是杀业跟血淫这两个不好断 所以嫩眼睛特别强调这两个 血淫 爱欲 还有杀业就是吃肉 所以我这两天呢 看到这个新冠病毒这么严重 也是忧心忡忡 白夜萧条 民众呢 叫苦连天 爱好偏离 吼不下去了 没办法支撑了 一个新冠病毒 就搞个全世界全地球天翻地覆 人羊马翻 够够称臣 没有人敢不降服在这个新冠病毒之下 所以我说新冠病毒就是一位老师 他来教化世人的 当然坊间也有很多在流传 新冠病毒 菩萨出来讲话啦 开口 基本上我都看一看参考就好 那么前几天呢 我们台湾很尊敬的正人法师呢 很难得 他对他的高级主管开会讲一句话 他说以前我不敢讲这句话 跟你们欠你们都不听 叫你们吃宿 你们也不见得会吃宿 现在我非讲不可啦 我记得这个病毒公开讲 非宿不口 不吃宿不行 他说只有灾气宿死 才可以让这个新冠病毒 远离我们众生 远离地球 你看 从2020初武汉病毒 我现在是不讲武汉病毒 讲新冠病毒 一直延伸到后来 欧美国家绩效中国 到后来最严重的就是欧洲跟美国 死亡率最高是美国 超过欧洲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 这个多可怕的事情 那美国认为是科技是顶尖的 那我就发明疫苗来对抗你这个病毒 好吧 你不管是莫德纳 灰瑞BNT 他就突变啊 他根据谁突变 根据人性的善后 而来突变 所以病毒也有见闻皆知 他是我们的贪争症 变现出来的东西 他不是外太空来的 你不要以为他是地上跑出来 天上掉下来的 他是我们的贪争症 我们的沙盗淫妄 变现成这个幽灵 这个可怕的幽灵 就是病毒 所以郑元法师说 他就是一个幽灵 他说我们所杀的众生 他无处伸淹 无处报仇 他就利用这个 他这个怨恨心突变成病毒 去找他有的人来报仇 所以说 他说 郑元法师说 灰树不口 一定要吃树树 这个在武汉病毒 数年期间 中国的卫健委的顾问 钟南山 他也承认了 他说在所有他们的 这个检验报告里面 没有一个是吃树的 全部都是吃树的 没有一个吃树是染新冠病毒的 所以你今天你如果吃树 你栽树树 新冠病毒跟你无缘 杀生跟你无缘 这就是耶利圣大能抵西米 我们现在面对这个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 我们要体会这句 地藏菩萨佛陀的慈悲教会 为什么特别在2500年 特别这样顶礼 伊利圣大能抵西米 能抵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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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位 练五千遍地藏经的那位师姐 他也有习气啊 他还没有断肉食 他没有吃橙树 他没有吃茎树 有一天他经过一个摊位 看到那个炸鸡腿很酥 炸得香酥酥的好像很好吃 阿赖耶里面的那个 那个 吃鸡腿跟吃肉的那个奇迹跑出来了 流口水了 想要吃了 摊异性起来了 阿赖耶里面那个摊异性的种子现形 我们说种子起现形 现形新种子 在这个烦恼起来 这个当下 这个刹那 真心转成妄心 真如自信转成阿赖耶 我们叫做迷惑颠倒 我们叫做攀念棘手 我们叫做住向生心 我们眼见是我闻身 这个迷惊足望 那我们就 变成了 真如变成烦恼 佛变众生 那就造业了 那他就是吃鸡腿了 他吃了大概吃几块而已 吃几块就不得了 那五千步的地上筋有功德力 那本身有功德力 那就是跟我们的自信相应 跟我们的结信相应 那个结信自然会产生一种 我们讲的反射作用 就让你觉悟 让你醒悟 让你醒过来 就他怎么样 他嘴巴 吃了以后嘴巴张不开 怎么样的张不开奇怪 而且医院检查 医院的医生也弄不去 嘴巴为什么会张不开 就是好像要连住 就是用尽力量也张不开 后来他知道错了 他就到 经过台南 台南的 台南伐藏位置有一个台南共修处 刚好在一楼 他就到台南伐藏共修处 静起地藏文佛杉明镜 跪下去忏悔 地藏文佛杉我错了 我不应该读五千遍地藏文佛杉 还去贪那一块肌肉 我造成这么大的一个 造成这么大的罪业 我向地藏文佛杉你自诚忏悔 我不敢再吃肉了 嘴巴就张开了 就是不可思议啊 就是能藏圣道 所以刚才我想说 正恩法师开示那个飞树不口 为什么 我前面还传给连柳一个信息 就是真正的一位慈悸的师兄 他没有吃肉 不他没有吃素 他的师父 他们就称他叫 真称他上人 不断跟他们开示说 你们要吃素 你们要吃素 结果这位师兄啊 言不由衷 这个 这个 毛病习气 作祟 没有恭敬心 结果他私底下还是继续吃肉 最后呢 他这一次陪着他的叔叔到 他要隔离 这个 防疫旅馆去隔离 因为他叔叔染上这个 新冠病毒 他是 这个 被 被隔离的对象 结果 他从防疫旅馆出来以后 他本身也切诊了 他到医院去以后非常害怕 他很害怕死亡 这篇文章非常精彩 他亲自的告白 亲自的忏悔 他跟他师姐在中心医院 台北市的中心医院 要检查的时候 两个人 两个夫妻分手 在分手那一刹那 这真的是体会到 毒生毒死 毒气毒来 苦肉自当 无有待者 他说他终于体悟了 他师姐不能救他 父子自侵 其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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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生计 能生计 能长生到 他是学佛人 他是慈祭的 慈祭的三宝弟子 他还敢吃肉 切诊 这个新冠病毒找上他 让他从滚光前面走一回 看你怕不怕 最后他忏悔了 所以忏悔既亲近 忏悔真是好用 真是有用 佛陀就开这个忏悔法门 让你有回头的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来研讨这里面 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在 地藏菩萨本院经科著 217月的第12行到第13行 第12行是 第12行是 这个 业力其至以心 各位看 此事业感之有 只关于遭果为因 亦允为业 使法界业 起至以心 使法界都是业去成就的 四圣法界是 敬业去成就的 六道法界是三度成就的 这叫做使法界业 起至以心 那么 第13行这一段里面 佛言 一切状 无够心 心是愿家 当期 长期悟人 心起地义 心起恶鬼 心起畜生 心起仁天 做行貌者 皆心所为 其力甚多 其力最多 这一段 就是 在 青年法治这个 抠注里面 我个人觉得 最重要的一段 所以我还在继续演统 这一段 就是说 一切状 佛头说 什么叫一切状 在所有一切大事情里面 状就是大事情 你说还有什么比 你说大事情 好了 生活是大事情 生命是大事情 生死 生死是大事情 哪一件事情最大 各位 当然是生死最大 那生死是 生死是 决定生死是什么 决定生死是心 人的在这个世界 你顶多一百岁 八十岁 九十岁 你还是要离开 有人年轻就离开了 人命不够百岁 那时候要去哪里呢 所以一切状 无够一心 明白我们最练心很重要 觉悟最练心很重要 所以佛头说 一切状无够心 没有超过这个心这么重要 心是愿家 长期悟人 这个是指谜的角度来说 悟的角度 心就不是愿家 心既不是愿家 也不是仇家 也不是恩家 心就是我们自己 它是我们本来的面目 但是对于迷惑的众生来说 心是你的愿家 这个地方 心是指望心 真心当然不是你的愿家 真心带你到基督世界 怎么会是愿家呢 心是愿家 这个心 是你迷了以后 那个望心 就是愿心在主 愿家 长期悟人 他常常 因为你被望心欺骗了 他耽误你的大好前程 心起第一 你忤逆俗悟的心 那你照忤逆俗悟 忠者斗第一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这里讲的心起第一 忠者心起恶鬼 忠者斗恶鬼道 亲者都出生 心起出生 这是三恶道 那是贪生之三度感召的 那么如果你持五戒十善 善品的五戒十善 再加慈悲洗手 那么你是上生天道 那是 你是五戒十善的心 你修善品的五戒十善的心 加慈悲洗手 你上生天道 当天人 叫做心起人天 你 你行忠品的五戒十善 你得生人生人道 得人生生人道 得生人道 那叫心起人天 那如果你行下品的五戒十善 你度阿修罗道 有天人之福 没有天人之德 这是没有天德 那么这个就是阿修罗 那每一个六道的众生 他随他的善恶业力 他形貌相状都不一样 他长相不一样 你看出生道的相状 哪一个是好 牛 羊 猪 哪个都好看 都不好看 老鼠 蛇 鸡 鸭 蛮 昆虫 哪一个好看 没有一个好看的 那第一众生更是可怕 恶鬼到众生也是一样 所以做行貌走 皆心所为 那你看天人 天人非常庄严 人道 人道你还看他是 他善恶的 他所行的善恶 他善都以恶 他的相貌就不一样 那人道里面有学佛的 有行菩萨道的 他的相貌又不一样了 你看菩萨的相貌 跟阿罗那相貌又不一样了 那这个就是什么 做行貌走皆心所为 人道里面也是一样 我们学佛前的相貌 跟学佛后的相貌 都不一样 简老师有跟我们讲过 40岁以前的相貌 是你的业力成就的 是你的父母帮你生成的 你可能长得跟父母有共业的 也有点像父亲跟母亲 40岁以后是你修行成就的 那就不一样了 那完全是相有心生 那你这个人如果修观音法门 你会跟他 你好像观世音菩萨 你这个人去修地藏法门 你很像地藏法门菩萨 其实你跟佛 因为你天天顶你地藏法门 天天顶你观音菩萨 那自然而然像 这个 像谁心转嘛 那如果你是 发菩提心一像专的阿弥陀佛 因为他像看起来就像阿弥陀佛 他的像就像阿弥陀佛 老国上就像阿弥陀佛 对不对 所以 做行貌走呢 皆心受为 其力顺多 都是什么 业力在皆定 所以各位也不要把他误会说 这个业力是指 特没有 恶业 善业 恶业 还有近业 那我们 我们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 成为善业 恶业 无忌业 无忌业就是不善 不恶 所以世间没有任何 力量 可以胜够心力 心力 不但会取三恶道 也会葬圣道 那这一段 我提出三个观念 跟各位分享 第一个 为什么业力这么重要 一 能葬圣道有肉业 二 能葬三圣圣道无肉业 三 能葬佛性中道 这大家听了会害怕说 怎么那么厉害 确实是这样 第一 能葬圣道有肉业 你如果说不失 若心着相 因为你着相 着相是什么意思 着相是你不能离相 你是什么 你还非常执重 你不能够迹相离相 你心有所求 那就是表示你贪生之不断 那贪生之不断 就不能跟戒丁会相应 那就不能够离开烦恼 就不能离开业力 各位这样明白吗 所以如果你找相 你有所求 你想求健康 长寿 富贵 这个 发达 你心找相 你布施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要有更多的财富 我布施的目的希望有更富贵 过得更舒适的生活 我布施的目的 我放生 我就是要健康 这样叫做 你布施跟持戒都着相 有没有修到福报 有 但是那个就是有肉福报 那叫有肉福报 所以阴光他只有劝我们 所以念佛人不能求当帝王 不能求我来生到台湾当总统 我来下次要当帝王 我要当台湾的首富 不行 阴光他就是说 不能有来生的观念 你有来生的观念 说我想要求什么 就马上转成有肉了 阴光他就是说 你练佛好好练 那你一向专练 你求生西方 你发愿求生西方 就是要求做什么 做佛做菩萨 帮助众生离苦逗落 就是要民心坚信 坚信人口 教下叫大开言解 密教叫三密相应 净土新人 代业往生 事一心不乱 礼一心不乱 能够挣得三不退 魏不退 行不对 练不退 到这世界就可以离开轮回了 这么好 求佛都可以做佛 那何况求这个世间 荣华富贵 长命百岁 这算什么呢 所以阴光他说 你不要求这个 你不求 你练佛真的练到功夫到家 不求康怜 自得康怜 不求富贵 自得富贵 不求长寿 自得长寿 这三个 那我们要拿东西来印证 老法师 老法师命中本来只活到45岁 他今天已经95了 活过一倍 超过一倍 45岁 这个 我看历史上来讲 多艳山也没有他严寿这么多 多艳山我印象中 他严寿36岁 严寿三季 三季也不过36岁而已 老和尚已经超过了 了凡先生算是很了不起的 做这个了凡世信 利益众生 明朝这个颜了环先生 他严寂 严寿也不过是21年而已 他命中是活到54岁 八十是要丑时 他54岁加上21 他活到76岁就往生 老和尚已经严寿46年了 不求长寿 自得长寿 老和尚没有病 他现在是因为这个四大 我们这个四大五孕 老和尚要事先跟众生一样 跟佛陀一样 他随众生应所知良 他跟众生一样 他不能跟众生不一样 所以老和尚就事先 生老病死给你看 也有病苦 他其实他没有病 他说不求康怜 自得康怜 不求长寿 自得长寿 不求富贵 自得富贵 老和尚自会如海 他本来命中是 他自己谦卑地说 他是乞丐命 他也不是乞丐 他自会如海 你看他帮助强力马法师 布施了几千万 美金不是台币 帮忙强地马法师 盖斯里兰卡的 这个佛教大写 那就是什么 不求富贵 自得富贵 所以能仗圣道有六亿 毅力可以仗你的圣道 圣道就是你要求 成阿罗汉 成菩萨 成佛 叫圣道 他能障碍你 这个有落业 就是说你不失慈悸 你心着相 你变成有落业因 六度是去向菩提 你又执走变成障碍 圣道 自信 本济佛信 这个叫做能障 圣道有落业 就是你如果是造那个有落业 你着相 你因地不争 苟遭遗其 你着相 你在做善事的那个当下 你在修六度的那个当下 你就已经着相了 那个就是有落业 那个就是什么 他就会葬你 圣道有落业 你所修 你是说我在修 修苦极面道 我在修十二阴年 我就在修六度万能 我就在修炼 我成希望 可是因为你着相 你造的那个 你所修行的这些 这些业 都是属于有落业 因为你没有理相 这是第一点 能造圣道有落业 各位就不要误解说 那我为什么行菩萨道 我修六度 为什么我还造圣道有落业 因为你的因里面就是着相 关键就是你着相 热心着相 你布施 慈戒 忍入 金进 禅定 都是着相 那就是 成有落业因 这是第一点 你要讲业力 圣道你要讲到这个层次来 你不能说业力就是恶业 那这个太狭隘了 那第二点 能造三圣圣道无落业 三圣是身闻原解菩萨 三圣是成就佛道的基础 佛道是无落业因 身闻原解心 身闻原解他 主走无场无落 无我无尽 就是他没有法空 他只有正我空真如 他入片之内 可是他法子没有破 就是身闻原解 他的造文在这个地方 他主走这个东西 就是他主走无场无落 无我无尽 佛道说没有 还有个真场真热真我真进 他在华华金里面 华华会上他退席了 佛道跟他讲说 你们主正入片 正入你那个内盘是化成 我们自信本地内盘 你怎么还是求一个内盘呢 你还求一个内盘 佛道说你那个是化成 阿罗万听不下去了 他在华华会上五千位比丘退席 他不听佛道开示 佛道说退一家 退了也好 他阴连还没有成熟 他不能接受 佛道的这个 一生了异的 就是我们讲的第一帝 我们有真帝 有俗帝 有第一帝 第一帝 第一帝 这个就是 身文元节 他是什么样 他如果还有执着这个 无场无落无我无尽 他我执虽然已经破了 我执虽然已经破了 但法执没有破 因为佛道是无落业因 要成就佛道 就必须要修无落 就要断贪层次 要破我执跟法执 大家修禁业 那个禁业就成就佛道的业因 那你还有个执着 无场无落无我无尽 那个二圣的这个 身文元节 还有为什么菩萨也算 这个菩萨在这地方是指 全教菩萨 全教菩萨没有离开实法界 离开实法界的菩萨叫做实教菩萨 也就是在天台中里面的藏通别言里面 始于原教佛 原教出心位的菩萨 还不算哦 原教出自为菩萨 他才是离开实法界 原教出自为菩萨 因为他破根本无名 原教出心位等同小圣的出口虚脱缓 原教的七信位 破实后贪嗔之慢礼 等于小圣里面的阿罗汉 原教的八信九信十信 破尘杀后等于什么 等于全教菩萨 他还没有破根本无名 不能算实教菩萨 实教菩萨就法身大事 像观世音菩萨 地藏文菩萨 他就是实教菩萨 所以这个地方讲说 能藏三圣圣道无落位 是指这个三圣 是指身文 原教还有全教菩萨 那为什么他能藏 这三圣圣道的无落位 因为他没有破根本无名 也妄想没有破掉 因为全教菩萨他还指中 他还指中 心指着中 所以能藏圣道 圣道就是我们刚刚讲 圣道就是佛道 佛道就是无落业因 破一平根本无名 才可以成为圣道 真正的圣道 那第三个 能藏佛信中道 这就进阶更高了 我们刚刚从哪里开始提 我们成圣道的有落业因 你修六度温愣 但是你有诸走 诸走这个六道的这个 着这个像 你就不能够成就 这个圣道的自信 本地佛信 再来就提升到 身文原教前教菩萨 在最高 能藏佛信中道 就是什么 就是使教菩萨里面得 四十一品无名未破尽 等节菩萨 还有一品生相无名未破 所以能藏中道佛信 那这里我们 研讨这个佛言 一切状无够心 心是愿家 长期 悟人 心起地义 心起恶鬼 心起畜生 心起人天 做行冒走 皆心所为 其力最多 那么 以西弥之高广 能抵抑之 明后之亡羊 能 俊身之 胜道之虚通 能障碍之 皆众生 业力 使然 非胜道 而合 就是跟你讲 业力胜道 我们来提一个公案 就讲能障胜道 我们修行人 也是最怕这一点 那么 在这个障碍胜道里面 比较 大家比较 执着在意的 就是病苦 因为病苦 可以让人家抑制消沉 情细低落 那么 就算是家财万贯 到最后病苦来临的时候 也会觉得一无所有 衣服 宝贝 庄严 色宅 曾经是那么实际的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可是一旦 以你病鬼 躺在医院 加护病房 就像现在的这个 新冠病毒妾子 你一旦被染症妾子 送到加护病房 你纵使家财万贯 救不了你 你到加护病房 身不由己 业力在做主 就是你有非常多的 这个宝贝 非常华丽的衣服 非常好的庄严 就是你的这个豪宅 你还是住到加护病房 一个病床 所以在几天看到一位法师 他说 他形容这次的新冠病毒 他说你家财万贯 抵不过一张病床 就是讲这个意思 你到防疫旅馆隔离起来 你到加护病房隔离起来 亲戚朋友都不能进去 家亲建署不能看你 你孤苦无疑 就面对死亡 所以病库让人家会感觉一无所有 以前都可以实际掌握的 现在好像是海市城楼一样 不切实际 满腔的理想 你还要完成什么 你还要做什么 现在是讲是世间法来讲 我要当董事长 我要赚多少钱 我要盖什么样的 我要成就什么样的事业 那我们学佛在这 我要读多少本金本 我要休息到什么程度 但是你一旦病苦来的时候 就满腔的理想 因为这个病苦 必须提前规划下句点 你本来乐观开朗的脸庞 再也撑不住 挤不住一个丝毫的笑容 病苦的力量是这么大 业力的力量是这么的强大 人们因为它而是其光彩 自信因为它而产生动摇 活着的时候 活着的目的 自己都不知道 当时活着的时候 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所以世间人 大部分都过不了病苦这一关 但是我们现在讲业力生道 我们在探讨 一旦病苦来临之前 或者是来临之后 你该怎么面对 我们就挤 因为我们讲是 探讨的主题是能赞圣道 那我们就只修行人 那我们就挤 历史上几位大修学人给各位分享 那个独木偶 他护蟹艰难而行 在两颗沙楼树间准备入内盘之境 活着到最后也是出现这个病苦给你看 他是接受那个唇头供的那个独木偶 这个次 活着的肚子不舒服 护蟹艰难 他的内心 活着虽然说他连迈有这个病苦的形象 但是他内心平静的那个正量 超过那个老病苦的 期盼 最后呢 活着在教化之中 圆满他的一生 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 乃至于在当今的社会 我们也看过很多 面对病苦的勇士 他们的大观 他们的这个乐观超过常人 他们的生命充满任性 生命是让他们 生命对这些有高度修行人来讲 是他们体悟 生命真谛真理的历程 修行人只有这个功夫 我们没有办法 也就是说修行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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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他一旦面对病苦的时候 那个病苦可能变成是他的老师 他有办法超越 他的智慧 他可以超越那个病苦 但是他故意表演给你看 他也是生病 但是你不知道 他那内心的正量世界 你不知道 他表面上跟你一样 一样去挂急诊 一样去拿药 还要在家里 还要治疗病况 你不晓得他内心的世界 我们今天挤这个意思是 让过去学习他们的 我们为什么要修行 为什么要先要心习服务 我们就是要累积那个能量 那个心的力量 所以很多 有些修行人 他面对这个病苦的勇士 他们达官义以偿人 生病是反而让他体悟真理的历程 病苦反而造就了他 他完整人格的试经史 你像广化老和尚 南普的服务学院院长 他跟老和尚也很熟 中兴历史的 胡适他17年 他因为在这一生里面 在部队里面当财务官 造了很多的杀业 他们部队到哪儿就要 要去买那边所有的这些积压来宰杀 他最后他自己业障现前 他最后他在沐浴的时候摔倒 脚就不能够恢复了 做伦理 他最后他也是 这个 济缩内 他也是 最后的病苦是非常的 折磨他 但是他最后 他火化的时候 烧出非常多的舍利子出来 他的舍利子现在还在 蓝领生 还会继续长出来 广化长老 这就是什么 他生病是让他们体悟真理的历程 病苦让他们完成了他人格的圆满 所以面对病苦要怎么样的智慧跟人生观 那我在写这个知苦落法里面 我在讲地藏经的过程里面 或者我在讲因果里面 我常常告诉大家就是 因果观是 痛苦中的一条出路 就是你在面对病苦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因果观 你一定要造主事的业因 才会产生主事的果报 你要有这种因果观 所以以前玄奘大师到西行去印度求法 他在中印度的纳南陀大学 那时印度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学 非常有名佛教大学 叫纳南陀大学 所以强帅满法师在斯里安卡盖的那个大学 叫龙喜大学 我曾经建议过他说 强帅满法师 你为什么不把你那个大学改成纳南陀大学 重建佛陀当时的那个圣旷 纳南陀大学当时的那个士的助词 就是士族 就是助词 叫戒贤论师 他活到106岁 戒贤论师 他高寿106岁 他博通经书 受人家锦养 当时人家在印度称他叫什么 印度当时的印度称了五个印度 东西南北中 五印度 当时人家称呼他叫正法障 你就知道他的正量有多高 那论词他患了一个病 一个病叫红书病 红书病很痛苦 有红书病人大概都知道 冬天一来一刮风一腰下雨 那个脚是痛的 痛如刀割 所以戒贤论师 他病一发作的时候 他手脚会戳筋 他四肢关节 就像火烧刀刺般的痛苦 这就是业力 他过去就造了沙叶 他现在必须要承受 这个病情拖延了将近二十年 折磨他二十年 造成这个论诗 在贤藏大师要到达纳乃图大学前三年 达到最高峰 非常痛苦 他不想活下去 你看论诗到这个境界来 他当时他还没有大测刀 菩萨还没有来给他入梦 他还没有真正大测大悟 他想要入梦 他不想活了 叫绝属其面 就是断属 我们现在讲断属 断属要往生了 那么当他动了这个念头 要绝属其面的时候 当夜论书做了一个梦 有三个仪表端正 神态拥木不凡之人 走进藏室 藏室就是 这个柱子和尚的疗坊 叫藏室 一藏之士 有一位深寿金房 一位琉璃色 一位白银色 那么这三位 一个是金色人 一个是琉璃色人 一个是白银色人 那个金色人 代表讲话 他像论师说 你想抛弃身体痛苦吗 经上佛陀只说身为苦本 我们试炼处里面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那观身是不尽 那观受是苦 那佛陀说身是苦本 就像老祖说的 无有大患 唯我无有身 那就是什么身 你身体的执着 那身就是 他就是一个病苦 为什么 因为他是夜 我们讲是夜暴身 夜暴身当然会有 会有生老病死 所以身是苦本 可是佛陀并没有叫人家 自觉就自己去自杀 因为你过去当过国王 你看 他过去当过国王 这个福报很大 有福报必定造业 这一次来当论师 这个福报虽然大 那果报还是要缓 金色人跟他讲说 你过去身当过国王 喜欢 献众生以苦恼之中 所以现在遭受这样的苦报 因为你前世 让众生苦恼 所以你这次就要 接受这样的苦报 你应该观想 累世的罪迁 恳求忏悔 所以刚才我讲说 忏悔是很好的一个法门 你只要忏悔 一让就可以消除 忏悔即清静 你要恳切忏悔 不但要甘心受苦 我现在慢慢写奖金到现在 我对这些病苦 你说怎么会没有病苦 当然会有病苦 以前会有五十肩 现在又好了 腰有时候也会不舒服 那你跟什么 就是惠立法师说的 修行要带三昏病 你没有三昏病 你每天就是身体健康 你就会去造业 要吃喝玩乐了 你就不想走修行这条路了 就是什么 你要甘心受苦 还要发心奖金 继续奖金 那你的作业自然会消灭 如果你绝死自杀 你这个苦报绝然了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伊犁宝钞里面也有说 自杀不能了 你到第一季 还要继续自杀 一直在重复表演那个自杀 那金色人介绍了 讲完以后 金色人就介绍 琉璃色人是观世音菩萨 银色人是弥勒菩萨 他自己是文殊治理菩萨 后来他又继续说 他说我见你 你要妄自所生 有害无疑 我特来相欠 你要继续弘扬正法 三年之后 有一位大唐国僧 大唐那时候 我们中国是唐朝 唐太宗说 贤障大师就是唐太宗的 唐太宗就是他的父法 他说大唐国僧 想亲近你修学佛法 你把佛法布施给他 他将佛法流通下去 你的罪业自然就消灭 论书 典礼锦表泄成 抬头一看 上个人不见了 醒来他知道是一场梦 但从此以后 他的病痛就稍微有减轻了 三年之后 正主梦中菩萨所言 一见远从大唐偶来的贤障大师 论书信中很翻喜 他说他为徒弟 教授佛法 据说 之前论书当时叫他试者说 你解释给贤障大师听说 我三年来我的病苦到什么程度 结果那个试者一形容 形容这个论书 这个三年的病苦多么痛苦 说到 那个论书当现场都流眼泪 你看那个病苦都痛到痛如刀钩 火魂刀钩 这么痛切 这些论书呢 他是印度当时非常有名的 父法菩萨的敌传敌子 他明良无印度 而且德行隆重 在当时印度的最高学府 纳南斗大师担任首席教授 而且他通达经论 是有实学的生人 这样的人都不免要遭受刀钩 如刀鸽体的痛苦 那对我们像我们这个众生 积极盈利享乐物质追求的我们 我们又怎么能够逃免你病苦的逆境呢 所以我们讲这一段的目的 就让各位知道 苦境一旦现前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因果观照的政见 坦然面对他 处理他 最后超越他 面对他 处理他 超越他 上次电视有播一个新闻很有趣 有一位法师开车去加油 他一个仿神 法师 他也不是没有在练佛 他一离开佛号 仿神一离现前 车子突然间踩油门 还在加油中进来 大概是家丸的样子 家丸要开发动 去踩油门 竟然去撞到加油站的这个滑谱 把那个滑谱的那个城墙 那个围墙都撞坏掉了 撇人家 车子也坏掉 警察后来来现场处理 他就 他很淡定的 平常有修行工还是不一样的 他很淡定的跟警察开示 他说哎 面对问题 这就是业力现前的现象 面对业障现前 要怎么去态度去面对他呢 那就是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那最后化解他 那就是心开意诫啦 他就不会怨天尤人啦 那佛祖怎么没有保佑 护法子怎么没有保佑 他就是什么 这就是有因果观照的政见 所以除了相信因果不灭以外 另外我们看台湾的 曾经有一位让我们很尊敬的 法谷大学的圣灵法师 圣灵法师对佛教的贡献 贡献非常良多 他跟金空老法师感情非常的好 曾经在佛教基金会的地下室 我当时他们法谷山的连流 跟我们金空老法师的弟子 我们负责来协调联络 我们就安排金空老法师跟圣灵法师 他们在这个地方重逢 他们两个感情也很好 圣灵法师他在晚年的时候 他因为有恶性肿瘤开到 他切除了走肾 左边的肾割掉 我到法谷山去参访 圣灵法师其实 他就是观世音菩萨成年再来的 他把华谷大圣建设得非常的好 尤其他推动这个心灵环保 还有这个树葬 他功德无量 还有人间佛教 他在2006年时候 他的右肾也严重概化 你看他左肾切掉 左肾切掉没有左肾 右肾又概化 我们有两颗肾 左肾切掉了 右肾又概化 所以他的肾功能 严重的误化 并且造成贫血 那法师就必须要洗肾 必须要洗肾 一度住进台大医院治疗 之后每桌都要洗肾三次 而且要定期回应追踪 在常人的眼中 他是如此不堪的晚年 但是在法师心中的觉受 却是在晚年里 他自己形容了 圣言法师自己说 他在晚年这个生病的过程里面 他所遇到的人 他所经历的事情 都是那么可爱美好 这就是他观照 那 他说如果有不胜可爱的人 不胜可爱的事 遇到我 圣言法师说 以我晚年的心境 我就能够平和应对 我比较不会对立 据说圣言法师后来 他知道要舍报了 他就坐上救护车 要回法谷山圆集 弟子呢 众弟子在救护车上送他 陪他念佛 那就问圣言法师说 师父啊 你苦不苦啊 跟帝显老法师当时 他的弟子问他一样 师父啊 你不是这个事 你是臭皮郎吗 你会不会苦啊 那帝显老法师跟他宿舍说 当然知道苦啊 怎么不知道苦 那圣言法师呢 因为他当然知道是苦啊 但是他不执着啊 他知道苦 他不会起烦恼 他知道苦可以迹象离象 苦对他讲 他是一个修行 是一个他世经史 他认识真理的一个世经史 他知道苦 他去面对苦 他要超越他 他知道苦也是圣言法 所以我前几天跟我一个联友 山东的联友讲一句话 他来问我 我说 新冠病毒也是生命法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入一流电 映坐如世观 那佛祖跟我们讲的 所以这个新冠病毒 也是有违法 也是生命法 所以那我们要从这个生命法里面 去误那个不生不灭 我们这个自信 这个无生大法 所以圣言法师当时在救护车上的时候 他的弟子就问他说 叔你苦不苦啊 所以我就说 我当然知道苦啊 跟帝显老法师讲的一模一样 我当然知道苦啊 但是圣言法师接着讲一句话 啊 我有苦 我知道痛啊 我知道痛 但是我没有苦啊 就我有痛没有苦 所以帝显老法师也是跟他弟子讲 我有痛 我知道痛 但是我没有苦 因为有苦就是什么 有瘦瘦想行事啊 有午晕啊 你才会瘦想 苦若忧喜舌啊 那圣言法师说 我知道痛 我没有苦 你看痛苦两个字 痛跟苦 它是连在一块的 痛就是我们的觉知 我们的觉知 见闻觉知 那苦就是什么 我们的无印的瘦瘦想行事 那所以 他 正言法师呢 他最后呢 是这样的圆满人生 那再来就是让我们很敬佩的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 道正法师 他出家且是肿瘤科的医生 他不只是治疗患者的病苦 而且他用佛法剂 开示给病人 解除他们的忧恼 引导他们过一三宝 求生西方 他在行医的过程里面 他勤奋又悲怯 他帮助很多肿瘤病患 从绝望的身边 航向迷头慈悲的大胭海中 但是最后 道正法师 自己不幸也泥患的重瘤 病苦当然是无法击倒 既有如此悲心与愿力的一位菩萨 他在1987年 活诞日替兰出家 但是病苦产生的他 更加精进不屑 写书说法 发火 拜佛 持诵经典 他有一本书叫 拜佛为医邪 那是完全 他因为他有学医 他就从学医的角度看拜佛 对身体也没有帮助 拜佛为医邪 那么他也画了五尊阿弥陀佛 那我也帮助他的 他的台大的教授的一个 教授的 台大有一位灵性教授 是他的弟子 当时他发起 要把道正法师画的阿弥陀佛 最后第五尊 送到中国大陆去 当时我帮助他 大概新台币五十万 送到中国大陆 几多大道场去 所以我有幸 曾经到过青田街 好像是在青田街 还是温州街 台北市的温州街 青田街 那位台大年薪教授的 他的宿舍 那里面有一间佛堂 等于疗坊 就是道正法师到台北来挂单的地方 里面就像极乐世界 非常殊胜 下面铺地毯 就是道正法师拜佛的地方 佛像呢 就是小小的一个佛堂 就是道正法师在2003年6月19号 观世音菩萨 常道激烈日 法师一字十字 正念分明 吉祥而误 念佛生息 就是他也是经过病苦 那这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小斗士 叫周大观 他现在他的父亲 帮他成立一个周大观文教级经会 做了很多善事 帮助很多苦难众生 他罹患了恶性恒文基 恒文基癌 周大观他写了一首诗 他说 帝多芬双眼失聪 正龙水双眼失明 我还有一只脚 我要站在地球上 海伦凯乐双眼失明 正风喜双脚畸形 我还有一只脚 我要走遍美丽的世界 周大观就是把我们视线 他对真理 对生命的认立 他那个坚振的那个毅力 最后呢 周大观他在幼稚的年纪 面对这样人生难忍的苦 苦难折磨 他是怀抱着不平凡的胸怀 那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 台湾第一位苏妻主教 善谷喜先生 这大家都很熟悉 他跟我们佛教界很友好 他是天主教的 他在72岁那一年 泥患的受护陷癌第二期 他在2006年8月 又发现了泥患会陷癌 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细胞的肺腺癌 他在这个肺腺癌 尼亚的那个时候 他在写他那本书是生命告别之理 那本书中他有提到 他说他当时接受到这个医院的这个 晴天批的报告 他说不次是宣判死刑 打散了他安详晚年 随心所欲的悠闲生活的梦想 虽然他不敢怨天游人 这个苏妻主教 他不敢怨天游人 但是内心心有不甘 你看他是台湾天主教的 台湾天主教的善狗喜先生 他是苏妻主教的 算是在位阶很高的 他到最后面对病鬼 就是在业力胜大 能抵西米能生气 能障胜道 他最后他还是心有不甘 毕竟主教既不戳烟也不喝酒 面对这样的死亡先告 直接的反应说 为什么是我 连他都会记这个念头说 为什么是我 后来主教就在跟天主祷告 他就在祷告当中 天主给他加持 他回光换照 他在跟天主祷告的时候 他平静下来 他把他的心系 就是把我放下来 最后他那个真我就献出来了 他就反问自己了 为什么不是我 你看一个转念 一个迷 为什么是我 转一个念里头 变成绝了 为什么不是我 天主要我视线 他给我最后一个教话 为什么不是我 这么一直转进 心境温然豁然开朗 还过天空 为什么患节症的都是应该别人 为什么特权 为什么我有什么特权 不得此证 他这样安慰自己 我有什么特权 不得此证 就是这句话 就是我们讲能障圣道的最佳 最佳注解 虽然这样的话 他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情 他就利用那个最后待病之身 到全台湾各地的天主教堂 把他的无限大爱的福音 做见证 做最后的说法 我记得我在讲 善国习健师 有两个让我很感动的一个 他的这个 关照 有一次 他的特别难看父 难看父在照顾他的状况 因为他有尿失禁 他最后病苦来折磨的时候 他除了刚才我讲 他有这个会腺癌 还有受护腺癌以外 他最后他有尿失禁的现象 他就是要从他的座位上 走到进房 就是厕所 一个短短平常走路 都很简单的 十几公尺的这个距离 难看父就把他带到一半的时候 他已经失禁了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以后 当时他就 大概是 尿还是混变 就 卸在这个肚子 卸在这个裤子上面 自己当时非常的羞愧 非常的尴尬 作为一个堂堂的书籍主教 他非常的难过 跟非常的羞愧 堂堂一个 大丈夫生 一个书籍主教 怎么会这样 连走一个村步都没有办法 而且还身不由己 我们只能用这样去形容 我们说这个业力太不可思议 他怎么大到这种程度 连我一步都走不出去 一步之也都走不了 这就是能抵心 能生济海 能掌声道 后来那个看护 男看护就责骂他 你怎么那么笨啊 你怎么这样笨手笨脚 连这样也走不过去 病人有什么好责怪的呢 后来他就忍受当时这样的一个看护的 激进羞辱的眼里 他当时就把那个最后的我 啪打破了 无我了 佛家讲究无我 一旦到无我就挣得死相 到无我的时候 智慧就出来了 那种力量就是 佩然莫知能益 那个就像那个瀑布冲下来 没有办法挡的 那就是智慧 佩然莫知能益 智慧就流露出来了 打破了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近西空偏法界 任你遨游了 他当时就是两眼看着这个看护 没有一点 诚恨心 没有一点怨恨心都没有 那个慈悲心就自然流传 看着这个看护 不发意义 最后他体悟了 最后他体悟了 他说原来这是天主的慈悲 他有把我这一棵老树 最上面的一些枯叶 最后全部扫尽了 一棵老树即将要枯萎 要再发出一个新雅之类的 它是不是很多枯萎在树上 他说原来这是天主的美意 要把我这一棵老树上面 这些老树叶 像秋风扫树叶一样 把我最后全部打干净 这个打扫干净 进化了 最后他就提升了 这个就是这两这两件 一个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 再后来最后 他这一个 天主给他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四线表法 这个就是 我们用戒弦论师 用道政法师 用坐大观小菩萨 用圣言法师 有古代的戒弦论师 有近代的 宗教界的人士 圣言法师 道政法师 都是佛教的 坐大观是一般的小菩萨 还有这个 上国喜先生 苏七主教 他是天主教的 这几位菩萨的事件 让我们去见证一下 用因果观 用慈悲心 扩展心量 热爱生命等 这个正面态度 即便对病苦 超越病苦的精神力量 这些观照跟心念培养 不是一次口级的 是需要长时间的 欣喜培养 就欣喜波雷智慧 再帮我产生那种 我们现在讲的正能量 所以 最后 包括我们儒家的圣人 孔子先生也是这样 在2500年前 孔劳付出的智慧 也可以做我们的学习榜样 在伦理中也有提到 孔子有一次生病 生重病 主路向鬼神祷告 请求鬼神保佑孔子病疫 让孔子病能够好起来 主路很孝顺 求鬼神保佑孔子 孔子后来病果然是好 后来孔子有听到说 主路曾经为他祈祷 并询问主路说 你是不是真的有去跟鬼神祈祷呢 主路说 是有此事啊 我去向鬼神祈祷 希望老师你病快要好起来 你知道孔子讲什么吗 孔子说 礼池上说 向天地神祈祷 孔子 因为主路引用这个礼池上的这个 礼池上的这个经典 向天地神祈祷 孔子听完 主路回答就说一句话 孔子说 秋之岛久矣 我自己平常在教这个教学 在教化众生 在讲圣神的道理 我就在祈祷我自己的智慧光明 我就自己在祈祷 我长久以来就这样 就在不断在祈祷 这就是一种祈祷力量 我们现在在学习地藏经 难道不是一种祈祷力量吗 这就是一个祭功雷德 秋之岛久矣 意思是说 我平时的言行存善 绝不会违背天地神明 事事如岛 无日不岛 如果能够等到 怎么可以等到病苦来时才祈祷呢 这叫做秋之 秋就是孔子自己自称 这就是为什么到病苦来才要祈祷 祷告呢 这是圣人所开示的祈祷要义 生指我们来 我们的 制作我们去省事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以我们的这个 邪佛精进的这个意志力为割锚 以慈悲为铠甲 以圣贤的智慧作为明灯 平常修为是获得加倍保佑的资粮 相信一定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病苦 最后超越病苦 这就是有痛没有苦的经意 今天呢 因为我是要解释这个业力盛大 能抵西米 能生济海 能脏盛道 我特别不愿其反的 把这些圣贤事件讲给各位听 那么 再来我们延伸探导就是说 老和尚对这一段 老和尚怎么开始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业力盛大 我们知道能抵西米 能生济也能上升道 业力竟然这么大 那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邪乎还没有成就 我们是一个凡夫俗子 我们应该怎么办 尤其是我们邪乎的应该怎么办 刚才讲的是圣贤事件的道理 他们是很崇高的 他们可以做得到 也许我们目前 欣喜的力量还做不到 那我们现在开始 要怎么去 怎么去 慢慢去累积那个资粮呢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 老和尚开示也非常好 一共 老和尚有开示的六点 我就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 老和尚说一切都是业力 业力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 一个拿西米山做比喻 他可以移山倒海 第二个用海参做比喻 那能生济寒 这是深海 第三个圣道 佛陀用这三个来做比喻 西米山 深海 圣道 这三个来比喻 形容他业力的广大 不可思议 所以老和尚说 这三件事情 大山 深海 圣道 障碍你这一生 你无论怎么样 有猛精进修行 这三个 如果你没有超越它 你就脱离不了 六道轮回 什么原因 两个字 业力 第二个 从哪里修呢 从心地修 从念头去转 所以佛法教化一切众生 重点是在心 这里你们刚才不是讲吗 一切状无够心 这佛陀说的 佛远 一切状无够心 心是愿将 长期无人 所以 佛法教化一切众生 重点是在心 禅宗创导的 就是 从根本修 就是心地法门 根本就是心地 我们的念头 我们从念头去修 中文 是指禅宗叫中文 我们叫中文叫下 禅宗以外叫叫下 那中文是这样 那叫下又何尝不是呢 我们念的佛法门也是一样 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那还不是 还是讲心 对不对 所以 换句话说 修行是要改变心理 改变思想 改变观念 我们过去的心理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观念 念念都是为自己 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观念 我们念念都是为自己 以自己为本位 这就是造轮回业 就是轮回心 那佛教我们把这个念头转 刚才我不是讲那个 那个慈悸志工 他也切诊了吗 他面对生死非常恐怖害怕 他最后从新的念头去转变 他忏悔了 忏悔他知道英国 因为他没有听他师父的开示 他没有老实修行 他跑去吃肉 他没有吃素 他最后面对生死 面对病毒他害怕了 他发怨 发什么怨 他说我生生世世都要吃素了 我在讲英国里面 我讲美国蔡静荣 也是慈悸人 年纪轻轻 29岁 得了犹阴四海 最后 医生只判断 他只有六个月的生命 告诉他死马当活马役 最后他靠什么 发怨的力量 靠忏悔的力量 他发两个怨 第一个怨 发怨吃素 第二个怨 怨生生世世 跟观世佛策脚 脚步前进 行菩萨道 这两个怨改变他的业力 所以老和尚讲 从心地 练脱去转 你业障才会消 业力盛大 佛陀用虚弥山 用深海 用盛道 是告诉你 你要面对业力 你要学会谦卑 你要知道英国的可怕 你这样才会 才会从根本去修 从念头上去转 所以重点是在心 在念头转 以前的想法 心理 思想 观念 想法 通通要改变 以前是为自己 为自己是自私自利 它是本位之一 那是以轮回心 造轮回业 你就算是练佛人 你如果是自私自利 你还是造轮回业 火焦我们要怎么样 把念头一转 转过来怎么样 我们念念为众生 所以这几天 我就是在思考 这个新冠病毒 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这么大的祸害 大家叫鼓连天 哀哄骗 怎么办 最后我在 我平常是不拿手机的 我是突然间 在电视台那边 在休息的时候 看我世界的手机 有时候网路 跟手机脑上说 就像看电视 你会不会看 你会看的 电脑手机 就是一个正能量的来源 它有些会传播散发 有些大部分都传播 杀到淫妄 那个人你不要去看 你跳过去 你不要理他 个人吃个人饱 个人造业个人了 他造业是他的事情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佛陀说定内不可转 对不对 那我们看散发 那网路 它就是一个传播速度 非常快的一个平台 你再把这个散发 再传播出去 那就是法不失 现在这个时代 科技发达 科技文明 到一个瞬息万变的 地球生的一个时代 你比起水顺 现在的洪华环境 洪华的这个生态 你没有办法 那你就利用这个平台 去把法不失送出去 你不来我做不请自由 我把法送给你 你只要一看 看第一遍没有感动 看第二遍没有感动 你看十遍就感动 看五十遍 一百遍就感动 你就度了一个人了 所以我那天 就看到这篇文章 正言法师说 如果面对这个 我是帮他起一个题目 叫如果面对病 如果面对新冠病毒 那正言法师是讲 挥束不可 是消弭病毒的唯一的方法 后来就叫我们 请我们的志工 赶快把它做成一个 一个音乐的PP 就在网路传出去 短短不到一天 十六个小时 点列率两千两百人 也就是说两千两百人看过 那他再去渡别人 叫人家吃素 不要吃肉 尤其现在这个外卖的 空气非常的盛行 又不断的推波助乱 美食当前 哪一个人不屈服呢 那就是病苦的来源 那就是业障 业力的来源 所以我们要连连为众生 我们起心动恋 思想见解 眼里照做 全为众生 不为自己 这样就是什么 就开始要转变自己的业力了 你就开始慢慢脱离 这个业力的束缚 从哪里 以前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过去已经造了业力 我们靠现在开始觉悟 始觉本节 最后成就究竟节 第三 六道四圣怎么来的 佛给我们讲六道怎么来的 六道是执着才有六道 妄想分别执着 这三个都是变现六道 如果只有妄想分别 没有执着 六道就没有了 因为阿罗汉就是破了执着 他离开六道 他破我执 所以你执着没有了 那你就离开 六道 还有十法界 也就是还有四圣法界 有四圣法界 身文元节菩萨 还有四法界的佛 变现四圣法界 假如分别也没有了 那四圣法界也没有了 十法界都没有了 献出来就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 在法眼镜上说的 还有四十一个等级 就是四十一品无名 根本无名 菩萨还有四十一个卫尺 十字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级 这四十一个等级 等级从哪里来 从妄想没有断来的 妄想就是无名 从妄想变现出来的 妄想断掉以后 等级没有了 那就是救进佛 就是四十一品无名断进 那就是救进佛 那四十一品无名没有断 叫分正佛 第三点 觉悟 起心动念 无我 刚才我讲 上过期 就是到后来 悟了以后 无我 那就没有叹真次了 所以做说明 一真法界 十法界 三读六道 怎么来的 只要起心动念 有我 就是我所有的 你的妄想 分别之走 全有 你还能脱离 对到轮回吗 各位 从这个地方 真正气会 那你真的觉悟了 你不是假觉悟 觉悟了 就超凡入圣 圣就是觉 凡就是米 凡夫就是有妄想分别之走 干掉分别之走 就是圣人 就是火菩萨 就是你把分别之走 拿掉了 你就是圣人 第五 肯不肯转 在你 谁能转过来 在自己 佛也不能勉强你 你的父母 你的老师 也不能勉强你 转是在你 你肯不肯转 你肯转过来 与力就变了 你就可以脱离六道 再转 可以脱离四圣法界 最后再转 如一真法界 所以关键在你自己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与力就可以转了 佛陀说 与力不可转 那是佛的慈悲告诉你 佛陀告诉你 与力不可转 每个人都拼命去做卧室 佛陀说与力不可转 与力圣诞能抵西米 能生气能胀 大家就怕了 因为重生怕苦 所以叫知苦落法 佛陀一跟你讲说 佛陀一跟你讲说 与力可以转 那就拼命造业了 反正无所谓 今天佛陀在我靠佛陀 佛陀不在 佛陀不在 再说吧 众生都是这样 所以肯不可转 在你 第六 把与力转成智慧 神通道理智慧 我们真正佛法的受用 就是把与力转成智慧 那就是要发愿 刚才我讲 蔡敬宏也是靠发愿 刚才那个慈激人 慈激志工 被切诊是新冠病毒 他发愿 他刺激也是发愿的力量 把与力转成能力 佛陀讲叫神通道理 那个能力就是神通道理 钱在链头上一转 与力就转过来 就变成愿力了 通常我们讲愿力 把与力转成愿力 与力很大能胀胜道 愿力很大能胀胜道 各位 最后就这个字种 与力很大能胀胜道 能抵西米 能生俱海 但是愿力很大 能够超越须米 能够跨过俱海 能够成就圣道 那么今天 这个我们的地当经解议 就研讨到这里 我们也回向希望这个新冠病毒 能够赶快远离众生 这个有疑患新冠病毒这些众生 与力量消除 离骨得了往生净土 也起愿大家 发愿灾界述死 念佛忏悔 希望这个新冠病毒灾难远离 那人类可以吉祥平安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我们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感恩贵同修大德 若讲到不妥知识 尽请同修大德 批评指教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